天后翹屯真 珍妮佛羅培茲 與老公班埃佛列克的 情變傳聞不斷 在本月20號 也就是結婚 兩週年紀念日這天 翹屯真是向法院來 肅請了離婚 結束了兩年婚姻 而兩人是分分合合 長達22年之久 而南方沒有出席 翹屯真在7月底的生日宴 被懷疑是壓倒駱駝的 最後一根稻草 翹屯真今年初的MV 還在穿婚紗熱舞 沒想到他在這個月20號 也就是結婚兩週年紀念日的這天 向洛杉磯法院訴請 與老公班埃佛列克離婚 正式結束兩年婚姻 文件指出 兩人在4月底已經分居 沒有簽婚前協議 兩人分分合合糾纏22年 從2002年相識訂婚 隔年分手 直到2021年 再與小班舊情復燃 對外公開高調放閃 2022年在賭城閃婚 愛得轟轟烈烈 而兩人情變 也早有跡象 今年5月紐約時尚晚宴 翹屯真竟然頭一次 單刀附會 沒有老公陪 馬上就被發現 兩人已經40多天 沒有公開亮相 5月底翹屯真的手上 還帶著婚戒 但被問到敏感話題 這班回答耐人尋味 就連7月底他55歲生日宴 也不見南方出席 壓垮最後一根稻草 同時兩人的愛潮還宣布出售 離婚傳聞盛消成上 如今翹屯真心死 終於決定離婚 也傳出有可能是因為 小班不喜歡珍妮佛羅培茲 對戀愛太高調 而心聲不滿 婚姻才走向終結 珍妮佛羅培茲走過四段婚姻 愛得再生還是要分開 她表示離婚後 會放棄配偶贍養費 並要求法官也拒絕小班的事